经历的思想 去跟众生结缘 去跟每个地方都结缘 就像我们昨天从香港坐船过来 所有的海水都变甘露 海里面的龙族都得到我们所有的功德 从新加坡 马来西亚 再来去澳门得到 每一艘船都平平安安 每一艘船都要载他们去菩提心的净土 这样啊 你要一直这样观想 同船的人 那是一千世的福报 同船渡 所以把你的功德也都回向给同一艘船的 上面有葡萄牙人 昨天看来有美国人 有韩国人 有日本人 各个族的 大家都要到澳门来干嘛 送保管载节 不是去赌博shopping 你要你为他们送 了解吗 妈妈你去shopping 我来送保管载节回向给你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希望妈妈快乐 但是你要发这个愿 发这个愿 你就跟他结缘 所以我们现在以这样的心 愿六道众生 天道 阿修罗道 不要享受快乐了 不要 嫉妒了 人道不要为了钱 一直在那边贪恋 上二道 他们的恶业就可以消除 不要生起碳层 他们也各个生起大悲 菩提心 跟我们的祖先一样 跟所有生病者 所以各位 这个愿文 你看经典的所有经典 写的都是希望众生 相信英国 再来有出离心 再来发起大悲心 能够了解空性 而圆满菩提心 所有经典都在讲这个 所以所有的经典里面 最后都有一个重 就是种词 这一部经典的重要的意义 种词这个佛 就像你念 念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奥阿弥陀佛 你念南无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现前 佛光价值 那你念 奥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的心 等这种大圆满的菩提心 放光加持你 让这些往生者 直接拉他们去极乐世界 叫奥阿弥陀佛 所以两个都要念 你念佛说阿弥陀佛经 是极乐世界现前 那你念往生众 是众生的业障通通消除 各个看到极乐世界 各个发愿去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叫往生众 这个叫经众 显密 两个都要合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不懂精光念咒 那意义就不大 那你懂得精又不念咒 那力量就不大 那好可惜啊 所以我们两个都要 都要 你了解慈悲的意义 了解普门品 然后你来念观音心咒 就像我们必须 让各位一直看六道 一直解释 让各位去了解这个道理 而且各位更重要 现在很多人在看直播电视 我们八观灾戒 不是这一队人 是在电视里面的 大家同步都在受八观灾戒 所以你现在念的念头 它在打开 甚至他很多菩萨 他说师父 我们要看我妈妈躺在病床 我现在手机给他看 一起受八观灾戒 就算不受他看 也得到佛光加持 他那个光就会帮助他 所以各位要了解 我们做的会不会影响世界 会的 所以每个人的念头 发着心在这边 透过摄影机 透过录影 他们看得见 他们得得到 这个心念很重要 就像你现在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知不知道 你一定要确定 百分之一百知道 百分之一百 这个叫佛教辨知一切 你在念观音菩萨 不管你在哪里念 乃至你念不出声 在你心里念 观音菩萨也知道 然后你要把观音菩萨 这个知道变成一种愿 我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我愿阿弥陀佛加持地狱到众生 我愿阿弥陀佛加持 中阴生刚死掉了 我愿阿弥陀佛加持 现在在医院临命中者 你只要发这个愿 然后你这个镜子 就会把阿弥陀佛的光 反射出去 反射 请问太阳光大 还是反射光亮 反射的光亮 因为反射是 把它收集下来 了解吗 太阳光 你用那个放大镜 把它收集下来 它就可以烧破洞 光阳光还烧不透 但是你把它收集下来 它的力量就很大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我们这个心态可以把佛光反射出去 所以现在摄影机很厉害 现在手机很厉害 对不对 所以他们给我拍照 我的灵魂都给你拍走了 所以我愿意 希望我的功德 你来拍照的时候 这个功德在这里面 因为诸佛菩萨用他的像 用他的声音 用他的心就是咒语 利益众生 用他的名字来利益众生 所以每个人 你要知道 你现在懂了佛法 请问你活在这个世界重不重要 全家靠你 利益来祖先靠你一个 你不要要求他 你老公打他的麻将 你做你的念佛就好了 你儿子要打电灯玩具 没关系 好赞有你这个妈在念佛 做菩萨要有享受孤独的力量 你要耐得起孤独 你千万不要说 你陪我 你跟我 你要孤独 孤独才有力量 释迦牟尼佛孤不孤独啊 孤独的想要入涅槃 因为全世界就他一个佛 他讲的话就他懂 别人都不懂 所以佛陀要入涅槃 犯天劝请玉皇大帝 佛陀不是真的要入涅槃 佛陀是要让天人上帝 玉皇大帝破除娇慢 你们要来劝情我 护持我 所以佛陀一出来 哇 这么多护法诸天 那些人间国王才会尊敬佛陀 佛陀就是要来度众生 但是他演一场戏 让大饭天玉皇大帝着急 对不对 他们就会来护持佛陀 就像天降节 佛陀从天上下来 上帝玉皇大帝护法诸天 陪着佛陀下来 佛陀不用神通 他们要陪他走路下来 让人间的人都看到 哇 佛陀从天上来 旁边是谁啊 上帝呢 玉皇大帝呢 那他们就拜他 就拜佛陀就好了 我的宗教教主 婆罗文教就是拜大饭天 世间的宗教拜套利天 对不对 那都是供养佛陀 护持佛陀的 哦 所以他们更尊敬 当然佛陀这样做 都不是自己的骄傲 都是为了度更多更多的 所以我这样讲 各位不管你在 佛号没有高低 咒语没有深浅 没有说六个字的比较差 八个字好一点 心态的问题 你不要求骄傲 我就喜欢背任言咒 那才厉害 我们的一杯没有算什么 我念任言咒呢 我背了起来 那个骄傲反而念的 都是不好的东西 因为你有骄傲心 去念咒的时候 这个咒变成骄傲 了解吗 各位记住 因为这个咒的力量 是来自于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才会让这个声音产生力量 所以至少你在念咒念佛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能生气 有人找你妈妈 等一下 等我念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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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去找你 那你从刚刚念那边 都在抱负 抱负 等于拿手榴弹去他家 蹦 死了 因为你用不好的心 所以各位 你无论这个人怎么对不起你 伤害你 你今天手包弯再见 你不能有一点点这种负面心态加进来 当这个负面心态你赶快折服他 我现在在念佛 不能有负面的心态 知道吧 所以这就是八观灾戒的意义 如果你能够这样清静的 一日一夜下来还得了 那个时候你没有贪心 没有称心 保持在六念法 保持在慈戒 甚至保持在菩提心 一念清静成正觉 你要一念清静心 就可以成佛了 何况这么多念头 一天24小时多少念头 那各位这一点要注意 永远要注意 不要让它尖断掉 尖断掉 你去上厕所还保持利他的心 当愿众生大小便利 不要拉肚子 业障消除 变成甘露 你还是要让自己保持那种念头 大家在厕所排队 阿弥陀佛排得去极乐世界 消业障 排久一点 你一定要改变 你不要说 前面那个怎么上那么久了 以后换你上不出来 我跟你讲 因为你那个念头 就是在抱怨 所以那个叫修行 所以你要赶快转 欧妈的一边没有 要讲吗 那么阿弥陀佛 你要赶快转 这个非常重要 你开车 别人给你塞车 太好了 正好念佛 所以各位 你只要动机正确 念一下 一切都会是 最好的安排 记住 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 但是动机是你的念头 是正确的 它会给你排得好好的 本来要车祸了 让你被骂一下 然后车祸没有了 因为它会保护你 你不要抱怨 我跑到钥匙 跑到机场 碰到塞车 飞机飞了 好在你没上去 上面坐在你旁边 准备把感冒传给你 你的冤情再出来了 所以 只要你动机正确 你去做什么事情 一切都最好的安排 久了以后 你就会随缘 而自载 但只要随时保持那个因 所以各位 你嫁了老公好不好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让我开悟 让我了解真理 你生的儿女好不好 好 没有我儿子 我不会出家 对啊 我没有我儿子 我不会出家 没有我太太 我也不会出家 因为我太太过去 给我很好的助缘 助缘就是 她喜欢学佛 所以她喜欢学佛 所以我也变得很认真 只是我超过认真 她不够认真 这样而已 所以 那问题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你就不要抱怨 一个会抱怨的心态 就不是 它是一种扭曲的痛苦 所以我这样讲 就是说 我们要念咒了 那你的心态 有没有调好 你不要说 我念完了 我明天就告他 因为你要断掉 断掉那个不好的心绪 这个想要报仇 想要那个 我是不是透过念佛 可以把它断掉 而不是说 我保留好 我明天才去 希望我明天碰到他 他不要骂我 希望我明天碰到他 我跟他忏悔 明天他要告我 我今天去帮他送花 我今天去帮他 希望明天看到我 他就高兴一点 那你要 你要一直把不好的 转成好的 这个叫回向 发愿 但是你要得到那个果 那你要努力地种因 种因在这上面 所以大家努力地受 八幻灾界 以八幻灾界的状态 来念佛 来忏悔 来布施 随喜各种功德 各位要懂得随喜 随喜阿弥陀佛功德 随喜这些法师的功德 随喜这些互法善性的功德 随喜来受八幻灾界的功德 然后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发愿 给众生 要转化一切 只要有慈悲心 有智慧 一切都会变最好 所以 on mani be me hon 不好的转化叫on 如何转 mani be me 只要你有慈悲 有不执着的智慧 然后一切都会变得很好 所以各位 不用担心 不用烦恼 不用把明天的烦恼 放到今天来 因为你现在已经在转化它了 心灵的力量 比卫星频道 比什么都还快 这个人明天要告你 这个人明天上法庭 他准备对你有很大的伤害 你不用烦恼在前面 你现在 以及烦恼 一直烦恼 事情还更严重 你现在就开始 on mani be me hon 你也为他点灯 为他供水 为他做烟供 今天我们现场布施这么多食物 为他们上供下施 他明天 一看到你就笑 忘了你对他的不好 原来你用功了 你要达到这个果 你现在努力的重阴就好了 你就会发觉 事情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然后就会达到那个刚刚好 所以学佛久了 你就不会用心机 只会用慈悲 用智慧 什么叫智慧 来 调伏烦恼 就是智慧 所谓这个智慧就是不让你烦恼 没有一个你在被欺负 也没有一个人在欺负你 也没有跟你爱跟你恨的东西 这些爱跟恨的东西 它都是一个暂时的存在 各位要记住 好不好 你千万不要跟你老公说 你不要离开我 离开我 跳楼 那你这样这样讲 他已经压力够大了 可怜 用死来逼我 这个爱情已经没有了 这个执着就变成他的痛 他本来不恨你了 现在变成很怕你 因为你用一个很不好的念头 在伤害着他 所以你要随缘 反正我对他好 然后他就会改变 过去可能他对我不好 或我对他不好 今天你这辈子会做朋友 做夫妻 都是过去是有缘的 但是怎么样把恶缘改为善缘 你要不要改变念头 你改变念头 他就改变了 因为人结缘 譬如说你认识这个人 曾经跟他很好 曾经跟他吵架 又曾经跟他很好 你要用哪一段 我要用跟他好的那一段来用 但是你用好的心 他这个坏的是存在 但是你现在用好的心 就用好的 好心有好报 好的念头就变成好的单位 那他就会用好的来对待你 但是他跟你吵架的时候 你也跟他吵架的时候 你现在用这种对立 然后他过去的恶又现前 所以叫冤亲的 过去你爱过他也恨过他 过去你杀过他也救过他 但是我现在保持一个念 这个杀他的业就不会现前 对你好的业就会现前 那你要掌握 掌握这个了 所以你只要保持好的念 你不要让自己又活在那个负面的念头 因为人不是光上一辈子 好几辈子好好坏坏都有的 做过父子 做过仇人 对不对 都做过的了 但是你怎么去找 所以那你要把它调回那个好的时候 那你念佛的时候 你用慈悲心念的时候 就把不好的都洗掉 好的扩大 所以你看到他 那如果你不会 那佛教还教你 那你去帮他做好事 这个人找你麻烦 那你去帮他布施 帮他诵经 帮他放生 跟冤亲在主一样 这个冤亲在主 现在让你头很痛 让你腰很痛 那我帮你点灯 点108盏灯 断了 所有烦恼 共108水 消除所有业障 对不对 然后你又替他绕 我用身体又跟你绕佛 乃至你身体没办法绕 我用这个跟你绕 我用炼珠跟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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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因为你已经把它转掉了 那请问这个转掉 这个业力没有了 冤亲在主超度 你怎么还会痛 因为你 以前那边烦恼 怎么痛 吃什么药 看什么医生 你还不如赶快去做功德 而且以惭愧心 以八观灾界的心态 以慈悲心 来做各种功德 所以各位 点108支箱 布施饼干 108块 布施108根米 如果你要米 要跟我们赞典法师 他已经念了几篇篇 变了地藏经 在他的谜里面 就一直给他加 变了 变很多 他们甘露丸就这样做了 几千年的 最后一颗甘露丸 又给他加 变新的 然后又流 然后就一直延续下来 所以越来越多的甘露丸 就里面的东西 就越加越多了 每一个祖师大德的头发 都在里面 因为就加进去了 就像成年的高汤 对不对 我们这也是成年的轮回的人 我们已经轮回多久了 这里面有善善恶恶 我们都有善善恶恶 但是这个恶我们忏悔了 这个善 然后我们就让他多一点增加 所以当然你在念 欧巴尼北面 也可以先念忏悔 我跟他们忏悔 再来我要跟他们解善言 再来我功德回向给他们 我想这些经典 这些祭颂 这些咒语 他目的就是要转化你的念头 如果你都不懂了文字 你是个外国人 也看不懂 但是你用念头修行就可以了 重点是用念头修行 那这个念头不要有负面了 负面来我们就忏悔 今天因为他骂我 我们先忏悔阿弥陀佛 对不对 甚至观想 有时候人家瞪我一眼 我都观想 我跟他磕头 对不起 他等一下就不好意思瞪我 也不能说 如果是出家人 你干嘛瞪我 所以 那个你能跟我抛面 我也跟他瞪头 过去我搞不好跟他抢爆了 阿弥陀佛 所以他现在瞄我一眼 等一下搞不好要瞪我 所以 我就跟他忏悔 忏悔就是跟他解除这个冤解 他不会莫名其妙瞪你一眼 一定有因有缘的 但是你要把这个因缘 不好了我跟你忏悔 好的我扩大 对不对 那我想 就是一定忏悔 然后又收功德回向给他 所以我想在超度 一定要跟他忏悔 那再来我 很虔诚的 做功德给你看 让他感受到这个功德 而且各位有个重点 今天你有堕胎 他的名字叫极恶 假设这样 你不能用你的名字做 这样功德比较小 用他的名字直接去做 这代表我用极恶的名字去布施石块 我用极恶的名字去救七只鱼 对不对 他很高兴 我用极恶的名字去供养花 这样 就直接用他的名字去上贡 下次 这个叫还他债 让他欢喜 好 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二十分钟 各位在看我干嘛 要睡觉了 要上厕所的意思 我看 厕所脸已经跑出来 休息二十分钟 等一下我要请战性法师 我本来 刚刚来我就不想讲 我都不好 想要他讲 然后忏悔 你知道 又讲那么多 我们战江法师今天还感冒 你看他的声音 维挪感冒 这个才有悲劲 好 大家休息二十分钟 阿弥陀佛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 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传说在古时候 有一位国王叫妙庄王 他有三个女儿都到了出嫁的年龄 大女儿妙音和二女儿妙园 都依父亲的安排出嫁来 剩下三女儿妙善 说什么也不肯嫁人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看你两个姐姐 她们多幸福 孩儿不想出嫁 孩儿想出嫁 什么 你要出嫁 你是公主 出嫁维尼会惹百姓的议论 本王不准 孩儿心意已决 请父王成全 这 这 要是你执意出嫁 就不再是本王的女儿 以后就不要住在王宫 请恕孩儿不能在床前静笑 孩儿会前行修行 以求修成正果 将来帮助父王 脱离六道轮回之苦 这孩子 后来妙庄王得了重病 药实无效 大王 您的病能够治得好 大师快说 本王的病怎样才能治好 这 大师但说无妨 这个方法就是 以大王治亲之人的手和眼睛做配药 才能治疗您的病 这过于残忍了吧 此事关乎大王的生死 不如请大公主和二公主过来 问问他们的意思 好 宣他们进宫 父王 孩儿没有了眼睛 以后还怎么相复教子 孩儿刚刚怀孕 没有了手臂 让孩儿怎么养育孩子 请父王凯恩 饶恕我们 罢了 你们退下 谢父王 大师 除此之外 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 办法倒是还有一个 不过要碰碰运气 大师快说 在香山上 住着一位专门救度众生的仙长 要是能找到他 得他相助 或许还有机会 为了表示诚意 需要您亲自去 大王 仙长就在这香山上 我们不能陪您上去了 要是遇到危险 您发射这只响剑 我们马上去接应您 来 啊 哎 哎 嗯 嗯 嗯 啊 你是香山仙长吗 孩儿不孝 让父王受苦了 你是妙杀 你怎么会在这里 孩儿离开王宫后 一直在这里休息 哦 你桌上供奉的可是千手千眼观世音 是的 父王 千眼代表透彻一切万法的智慧 而千手则代表种种寄生力重的方便 表示维护众生 法力无边 千手千眼是用形象化的手法来显示观音的大慈大悲 智慧无边 神通广大 原来是这样 父王 你为何会来这里 这 本王是来游山玩水 看到你很高兴 本王要回去了 父王 请您不要瞒着女儿 爱实不相瞒 本王已经病入膏肓 这次来香山 是向香山仙人求医 那怎么样 能够治好您的病呢 这件事不说也罢 请您告诉我 这 需要至亲之人的眼睛和手做配药 本王已经愧对于你 不能再让你为了本王做出这样的牺牲了 父王的心意孩儿明白了 请父王在这里休息一夜 明早再走 父王 父王 妙善 您 父王 请您喝药 苍天哪 求你让我的女儿再长出手眼 我愿意折寿偿还 此后 妙善王令人在香山修建寺庙 专门寺奉 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 彰显他人笑慈悲的美德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